好 來 董哥你怎麼看 這個第三次世界大戰 講起來觸目驚心 今天密集的講到這個 確實把大家嚇一跳 是 那我提供就兩個觀點 一個就是莫斯科艦 他被擊沉 激起俄國人的憤怒 包括那個 所以他們的包覆跟導彈動作 跟機率 這個就是符合過去西方 自己講的 把莫斯科逼到牆角之後的反應 就是這樣概念 那第二個其實布查事件 現在比較少人提 3月29號 俄羅斯 那時候因為第六支的會談 河潭就撤兵 撤兵以後隔了四天 有時候布查死了多少人 那次4月3號開始出來指控 各國的資源就進去了 包括聯合國 包括然後大家控訴 俄羅斯慘如人道 犯了戰爭罪 然後就很多國家就說 好 那我們去調查 各位朋友 今天已經4月26號 這些人已經調查了 兩個多禮拜了 沒有下文 那些人布查不是說 死了300多個人嗎 怎麼死的 去調查這些人主要是 很多法醫你知道嗎 那為什麼調查不敢講結果 是不是如同他們所講的 還是布查事件 根本是一個假的事件 那就是說 屍體是不是一堆猴人躺在那裡 不知道 那你盡氣的這些西方國家 他的科學醫術 都是非常先進的 那為什麼到目前為止沒有 我覺得對二國人來講 他認為說反而你們這些人不可信的 雖然這個調查沒有結果 但確實已經讓西方找到一個理由 這個理由不知道成不成立 但是更多的制裁已經出爐 那他就不了了之 就好像陳時中在講周一寇 說我們派到去調查 法制組去查 查了四次沒有 通通最後就沒有下文 只是那時候的新聞事件 好像大家表達很溫柔 我覺得現在俄羅斯很多人就覺得說 像現在普廷的 他的支持度很高 過去講說不會打核戰 現在也沒有 現在態度變得很強 這位俄羅斯外交部長 如果你去看他過去的談話 他過去都是一直踩煞車的 外交官一定是比較踩煞車 但他現在是主動試鏡 對 因為他不是國防部長 國防部長說我們開戰後 怎麼樣可能很鷹派 外交官一般來講都是比較和緩 沒有 我們的吳釗燮沒有 那他很想幹國防部長 而且他是要靠很鷹派 來保全他的位置 要不然他調了六個國家 他還幹得下去嗎 所以人家不是 那當他 當俄羅斯的外交部長 都在警告大家 第三次世界大戰 不是沒可能的時候 因為俄羅斯最讓全世界 尤其歐洲這些國家 投鼠忌器的就是他有 全世界量最多的核彈 對 核彈頭全世界第一 對 他可能經濟沒有你們好 他可能你對他有很多嫌棄 所以他的坦克 哪一些有缺點或怎麼樣 但他的核戰全世界最多 那他只要打個輕型的核彈 整個地方都跳腳了 所以今天他把這個話講出來 表示說你們真的 要把我們逼到牆角的話 我們要對付你的功績太多太多了 每個國家送你幾枚 你就大亂了對不對 而且他有極因素的載跡 你根本完全沒辦法防止 所以我覺得他把這些 講出來的話 當然就是一個回敬你的話語 但是有沒有可能 還是有可能啊 那大家怕第三次世界大戰 是怕在哪裡呢 怕變成核子大戰 那是不是要摧毀整個世界 光往水層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它能夠真的幫助你 做好環境跟物品的興銷 那像我們中天呢 全天攝影棚呢 都是不停地以水層物化器 來噴這個水層 保持整個空氣的安全 那隨時噴的話呢 水層隨手噴這個部分 也非常適合去哪裡買呢 都可以到快點購